国防部反制,防空机亲领空,英式飞弹进驻绿岛蓝宇 中共军机不断召台长行演训,国防部进行反制,打算将防空火网往前推,将在蓝宇与绿岛,进驻英式防空飞弹,以强化现有东部地区空防, 再搭配东海岸即将换装的天宫二型与三型飞弹,组成的防空火力网,绕共机想绕台,都得心惊胆颤 这是空军现役最自身的防空飞弹,英式飞弹,强大震撼声响,肩负台湾中低空防任务 英式飞弹射程40公里,曾是台湾部署最多飞弹,又号称台湾爱国者 现在更要前进绿岛蓝宇等东海岸离岛地区,为了使中共绿四元海航驯威胁 根据了解,空军飞弹指挥部将在绿岛蓝宇各派出一个突击牌,以及一座英式发射架,填补ADIES防空识别区东南方缺较空防 搭配东海岸逐一更换的天宫飞弹二型与三型,组成东岸火力网 飞弹操演说明官司效尾,在没有更多新式飞弹来增补之前 花冬或是外岛的部分,能够让英式飞弹单起比较急迫的战备任务 再加上英式飞弹本身是可以机动部署的,所以目前这样的调整也是一个办法 就连新加坡都还在使用英式飞弹,看重的就是它的高准确度与机动性 即便近期台湾英式飞弹状况频传,填补东海岸空防火力缺口,应是进驻外岛刻不容缓